高中就出了一本十万次的小说天启一的江宗凡 接下来他的天启二也受到书名的热烈欢迎 而今年暑假江宗凡推出了完结篇天启三创始之体 更精彩更震撼更让人惊艳的故事内容 是书名不能错过的选择 更可以看到这位花莲优秀青年他所蕴藏的惊人能量 高中就出版第一本结合了中华文化和科幻选想的小说 天启一 末世讯号的花莲优秀青年江宗凡 即使走上了从一之路他还是不忘继续书写创作 大一下就出版了天启二 史皇印记 大二下再完成了最终章天启三创始之体 更精彩更震撼的内容让书名更加惊喜 前面两集基本上是在地球上面讲述一些 像是第一集在讲秦始皇的背后历史真相 第二集在讲那个文艺散布到全球 跟现在飞也很像 然后第三集他讲的是把整个主镜头 从地球拉到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外星星球上 对 然后这次整个故事也比第一集更加的庞大 然后有更多细节 像是这一集一开始就先是在海上跟美国海军进行非常激烈的一个交锋 然后到了后来到了外星球后 整个第三集会把一二集埋下的全部伏笔 像是为什么外星人要在两千年前派秦始皇到地球上来担任特务 然后为什么在第二集的时候要指派地球人来那个创造一场瘟疫来消灭世界上大多分的人 外星人真正目的是什么都会在这一集得到完整的一个揭晓 然后所以第二集不论是在场景上或是剧情上都比第一集有更大的突破 花莲县文化局也特别为江中凡举办了天启三创始之体新书发表会 肯定这位优秀花莲青年的接触表现 所以证明我们花莲这块土地是很多很多的文学的一些滋养在里面 才会让我们这些高中学子开始就对文学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实力 花莲县文化局尤其是我们图资科在淑媒科长带领下 我们几乎每年都有这个所谓阅读的计划 还有一些我们到山岳春或到中南部我们做这个走读的这种写作营的推广 那当然这都是一个我们的软实力的展现 那江中凡同学呢更是他的一个个人的才华的一个展现 所以在短短的三年当中就可以完成这个剧作 那刚刚跟我们的这个前行政院长张院长在聊天的时候 那个美国好莱坞的一个这个我们电影的CEO 来台湾的拜访的时候也看过第一集 觉得哇这部剧作里面充满了历史 充满了政治充满了科幻 然后刻满人际之间的一些有趣的情节 那真的是一个值得拍好电影的一个剧本 我们也祝福江中凡同学未来能够拍出像魔戒 或者是哈利波特这种的剧作 学医之路相当辛苦 但江中凡仍是继续书写创作 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在医学领域挥舞笔墨的医师作家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